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以意义来起跳 这些钱到底怎么来的 而且是更妙是 这个都是直接打到了中南海 直接打到了习近平的一个统治中心 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是谁丢给纽约时报的 这丢给纽约时报 到底是美国还是反习的力量 到底是中美大战的一个插曲 还是整个中南海 整个中国大陆的内斗要开始了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绿宾兵队 大陆首预的财经专家黄文桑 正宏你好 大家好 好 对是美岛电报总长吴子佳 大家好 然后第三位是十日平民领导郑昊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电人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电人陈东好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牛衣大学的 华为博士陈小宽 大家好 好 次后 今天这条西文 又是一个震撼蛋 从温家宝 得一致银行 到现在 奢华豪宅 中共权贵的财富 跟香港的命运 结果一看里面不得了了 习近平也进来了 栗战书也进来了 汪洋也进来了 抱歉 这个纽约时报打了一个炮 他直接击向中国的中南海 而且这个血行为 已经完全出来了 炮打中南海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纽约时报很少会提到 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事情 就让他这一次给你提出来 而且不止提出来 他讲到的是习近平 还讲到中国大陆第三号人物 栗战书 还有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三名 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局的这个高官 而且他说了 你们这些人的近亲 居然在香港买了豪宅 超过五千一百万美金 折二线来币是十四亿块十五亿 他说这是不符合薪水的财富 十五亿 你要赚到哪一点哪一月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直接就打向中南海 他执意的是什么 执意你中南海 你的是不是有贪腐 你是不是 你说号称青年 你真的是青年吗 所以他这个写了豪宅 中共权贵的财富和香港的 命运 你说这个刀出销了 对 那难道 大家问了 是川普开始出刀了吗 是 川普开始开炮了吗 保洁 到底是谁 把这个炮打向中南海 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一开始 大家直观的认为说 那是川普 一定是美国干的 川普现在他就想要 攻击这个中南海 他想要跟他拉高 这个对抗的情势吗 可是保洁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目前的这个中午大会 内斗也相当的激烈 因为今天最妙是 你今天揭露的都是习核心 没错 你很清楚的 过去在香港 谁的利益最大 江派的利益最大 曾庆红的利益最大 结果江泽民跟曾庆红 你支支不提 你全部点的人嘛 都是习近平的人吧 那是不是江派丢出这个东西 抱歉 非常有可能 而且为什么这样说 江派要反击了 为什么 我们最近不是有一家公司 被他提出来吗 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讲的 季晓波跟吴佩慈的 薄华太平洋吗 这几天不是股价持续的重挫吗 没错 所以你看 薄华太平洋是谁的东西 谁的 是曾江的东西 曾江东西来说 最近产成这个样子 好你打我曾江 他们的幕后 对 是江泽民跟曾庆红 你打我曾江 我就炮打你习近平 所以你知道 这是你要说 他们中国大陆内部 有没有 他们的内斗 的确是有的 你说大家现在是鱼尸网坡了 对 但是保洁 我再跟你讲 这也可能是川普的另外一张绝妙好牌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知道 事实上薄华太平洋控股公司 这家公司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2019年的11月的时候 他这家赌场在塞班导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突然之间 美国的这个FBI的专机 就停在那个地方 停在那个地方之后 你知道 所有这个几乎出动了 一二十位美国FBI的官员 你是这个FBI的官员 是 他就直接进去 这些标形带还冲进去 那他第一个时间 先去什么地方 先去薄华太平洋 所有东西 他都把你查扣 所有的资料都查扣完毕之后 他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作 紧接着 他们就转往塞班州的 这个岛的这个州长 他们去 他的办公室 他住所 全部把东西全部拿走 也去塞班岛的行政中心 对 所以你知道 收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薄华太平洋 所有的资料 他全部带走 另外一个是塞班岛的 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办公室 跟所有资料都带走 那你知道 这个资料为什么很重要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有可能是川普的一张牌呢 因为这个薄华太平洋公司 他之前任用了很多人 都是民主党的人 所以你知道 宝洁 现在这个川普想要打什么 他想要打中国拜登 民主党就是亲中 你看 这是不是明显的证据 你说这些人 薄华太平洋公司 竟然跟民主党关系非常密切 对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薄华太平洋 他自己的这个糟告书 他就说 我们成立所谓的顾问委员会 宝洁 就是这三位 一个是美国的这个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就相当是党主席的意思 他是前兵州的州长 爱德罗伦的 另外一个 前纽约州的州长 大卫派特森 另外一个 前FBI的局长 这个路易斯佛里 也就是说 全部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你知道 这张牌是不是很好用 宝洁 这个有可能是川普拿在手上 一张好牌 而且宝洁 越来越多 所以你说 我可能表面上 我是要打血气瓶 或是表面上我是要打香港 可是我实际上 是要打拜登 为什么 你听一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季小坡 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崔丽洁 这是季小坡的妈妈 可以跟欧巴马 崔丽洁 然后这个 这是吴沛 曾经在这个脸书上 发的一个文章 我的骄傲婆婆 婆婆最棒 婆婆最棒 他就说什么 我们这个婆婆 一行人 去到美国 然后美国的时候 一行六人 受到了美国总统 欧巴马的 这个亲自接待 而且为什么 因为他在塞班岛谈了很多的 这个包括投资奖励 或是土地的什么 要美国总统同意 所以你知道 你今天 张三李是王二马子 你可以随便跟欧巴马 在这个拍个照吗 而且你拍个照很清楚 这个是在一个 非常特殊的场合 你现在拍的 这样的一个照片 谁安排的 也就是你们家真的 跟民主党关系这么好 所以你看 他跟这个欧巴马的照片的话 你觉得 接下来时候 川普有没有可能会用呢 我当然会用 我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最近这个薄化太平洋的股价 出现爆点 我们昨天节目讲到 他跌到剩下仙股 0.09 0.008 为什么跌到这个样子 因为最近传出来一个消息 美国准备对他起诉 起诉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你涉嫌洗钱 那洗钱 保洁 他是一家涉嫌洗钱的公司 然后你洗钱的对象 过去都是所谓 增江的人马 那增江的人马同时 你跟民主党的关系又那么好 特别是你们的这个 这个专政里面的主席 还跟欧巴马 有这么亲密 有这张照片出现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东西 只有是增江派所为吗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水 相当相当的深 难怪你只能讲 季晓波 你会为他非常担忧 那现在吴沛不是讲吗 他们家还是很有钱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知道 这就是薄华太平洋的股价 他最高的时候 曾经来到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这里面来说 为什么牵扯到 中国大的内斗 因为薄华太平洋这家公司 本来就是车峰 还有孝建华 还有曾经他们设计的 为什么 设计这一张 让他们当成所谓的 赌 洗钱的中心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中国的赚了钱 我到这个赛邦岛这边去赌博之后 把这个钱顺便就这样洗出去 难怪做一条农药四十亿 对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高层 在那边配合 他一定要有高层就说 我愿意让你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赌牌 唯一的一张赌牌给你 而且你承诺要投资七十亿美金 他前前后后说 承诺一开始二十亿 后来要投资七十亿 那他第一年一开始的时候 2015年16年的时候 他曾经 曾经他的这个赌金 是相当相当多 可是后来就没有了 为什么后来没有 因为他们重要的人士 都一个一个被抓 我们昨天讲到 车峰被抓之后 肖建华被抓 然后紧接着吴小辉被抓 另外一个 最近吴征也被抓 吴征是他们的人 吴征当然也是他们的 吴征是这个江泽民 一个非常重要 在演艺圈 还有在这个 他们相关的这个 很多平台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 文化界平台 一个重要的人士 所以为什么股价跌成这样 因为他们那些人 完全都被抓 所以说纽约时报 今天这个新闻 谁这么深 有这么多的大乱斗 也就是说这个大乱斗 这个血腥味 这个血腥味是指指什么 中南海的内斗 还有牵涉到 美国总统的 互相的内斗 这两件事 现在是 共产一团 那嘎作会之后 现在有人 就真的要出来自保了 这个是什么人 这是香港的警察 他们港警 有一个叫做厨蓄会 这个厨蓄会在做什么 厨蓄会就是说 我们很多这个退休金 或是我们这个 这个特别的这个金额 提供给香港的警察 如果你要买房子 或是你要短期借贷 我可以借给你 就是他们这个 香港的这个厨蓄会 被人家发现到说 原来他们有 110亿港币的这个资产 这么多 110亿港币的资产 他们最近做什么事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一波这个 美国制裁的11个人里面 包括了前警务处长 还有现任的警务处长 两个都是警务处的 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说 我还是说 我们部分的员工 部分的人员 已经有涉嫌到 可能被制裁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为了要避免我们 整个资金被冻结 或是被制裁 他们准备把他们原本 所在存的银行 把它换到中资银行去 他不敢再放在汇丰了 对 不敢再放在渣达了 对 可是现在中资银行也投降了 没错 你就说那我放在这个 中资银行完全OK吗 宝姐不是这样 据路透社的报导 路透社报导说 我们其实我之前就讲 中资银行一定会加入制裁 你看他就说 在香港设有这个 有分行的中资银行 已经开始准备要 这个配合美国的制裁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没有获得 美国制裁的话 第一个美元就取不到 再来就是海外网络 我们之前讲到的 swift那个编号 你可能会被取消 所以他就说 现在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还有建设银行 三家银行 这三家银行都非常大尖 他说什么 他们已经有对这11个人的态度 非常谨慎 也就是说你可能 连中国银行都不能保护他们了 比如说你这个林郑 你来这个办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对你有点谨慎 他说甚至还有一间银行 是完全暂停为你开户 现在根据最新的报道 中国大会的四大银行 工农中建 这四大银行 现在四大银行 准备也都要配合 他们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美国资产 有1.1兆美金 所以那现在美国 这样大刀一挥下去来说的话 你那个血腥味 已经是弥漫在整个中美之间 刚才讲的 有一个时报丢出了 这边报道 丢了一个震撼弹 而这个震撼弹 原来不是只是打习核心而已 它有可能是 整个美国 它的选举内战的一个开始 那我昨天就讲了 拜登跟习近平很好 我说有这么好吗 我现在看了一些资料 看了一些照片 拜登跟习近平是真的很好 是而且拜登跟习近平的好 还不只是因为他儿子 有投资相关的 中国一个相关的关系 早在2000年 你知道拜登 都曾经做出什么事吗 他竟然出手拦阻了 我们的台湾安全家常法 这个法案 当时已经在众议院 都已经强势通过 340票比上70票 强势通过 送到了参议院 结果竟然被一个最资深的 当时参议院的议员 就是那个拜登给拦阻下来 为了这件事情 当时的那个我们台湾的 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蔡同荣 他同时也是台美关系的 第一把交易 也是法法的创办人 他为了这件事情 还亲自到了美国 戏图去游说拜登 希望说他在这件事情上 希望可以高抬贵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台湾国安全加强法 主要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他要载明台湾的前途 必须要经过台湾 全体人民的明确同意 才可以施行 第二个是在给了我们很多的 相关军售案的一个建议 同时还说军方 美国军方跟台湾军方 这边要建立一个 直接指挥的通讯的一个平台 那这样子一个对台湾 这么重要的法案 众议院通过了 竟然被参议院给拦阻下来 被拜登 就是被拜登一个人挡下来 直接说在外交事务上 我有发言权 你们都不要跟我说话 然后这件事情 蔡同荣就继续想到说 为什么拜登跟中国的关系 会这么友好 对 为什么还这么亲中 对 主要就是原来他早期 在德拉瓦州当州长的时候 他当时的副州长 就已经是个华人 叫吴仙标 而且吴仙标的太太 就是拜登的助理 所以拜登长期对华政策上 是跟吴仙标 他们夫妇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关系 他们都是中国人 是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在2004年当时 这2004年的时候 他们又再次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民主党的候选人凯瑞 他当时提出 他当时要竞选的就是总统 他竟然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竟然讲什么吗 他说台湾问题呢 可能可以循着香港的模式 一国两制来解决 叫后来蔡同荣 因为蔡同荣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是FAPA的一个创办人 他对于这样子觉得 是对台湾未来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他就特别又跑去吵了 就说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这样做 直接找拜登 对 为什么要找拜登 因为当时凯瑞 他主要的竞选团队里面 拜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有一度传出说 如果他当选了 就是凯瑞当选的话 拜登可能是他的国务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蔡同荣又跑到去找拜登 跟他说明清楚 这个事情的影响性 后来拜登就说 我跟你讲 不会朝着一国两制 那个凯瑞说错了 我们美国向来的立场 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就是对台的政策 就是要尽量模糊化 但是这很有意思 他就说 那个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话 如果中国用武力统治 台湾要武力清台的话 那美国要采取 适当的举措 那当时小步骑就讲得非常清楚 适当的举措代表着 可能就是要采取军事的协助 但是他就问拜登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拜登竟然就说 这个东西我们就还是维持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 这哪有模糊空间 所以蔡同荣在2008年的时候 因为2008年拜登已经打 要开始跟欧巴马变成是连魅竞选 那个副总统的时候 蔡同荣特别出了一篇文章 在自由时报投书 她说拜登的出现 有可能对于台美关系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他当上副总统之后 刚好就跟当时的副主席习近平就建立关系了 是 而且其实我们昨天都有提到 拜登在2011年2012年几次的出访 不仅他儿子都有陪同出访 甚至在几处出访之后 中国都有一些针对王立强 或者是周永康这些相关的重大的一些案子出现 因此就有媒体报道 是不是在那几次几次出访的情况之下 拜登都有交付重要的一些相关的机密文件 才会导致就是有他们有点 把资料给了他 中国才开始所谓亲内贼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但不管怎么样 拜登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一个是 他儿子杭特在中国所被人家报道说 因为他投资了中国而获取了庞大的利益这个部分 他目前为止其实始终都说不清楚 甚至还有几点 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在质问拜登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假设你未来变成了美国的总统之后 现在所有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关税政策 比如说关税制裁 你到底要不要延续 而且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反川普的 连反川普的华尔街日报都质疑说 你上台以后你的中国政策到底是什么 是 然后第二个还包括说在南海这边的相关的主张 你的立场又是什么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连华尔街日报 他们也认为拜登在几件事情上 目前为止对中国的政策始终不愿意表达清楚 你的立场 你的政策是什么 好东昊 刚刚讲的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纽约时报这个讯息 到底谁给他的 给的这么多的一个机密资料 你买了房子 你买了哪里的房子 你买了多少钱 这个据悉名的全部都交代出来 刚刚讲的 他有可能中共的内斗 他也可能是川普的一早期 可能说这是个连续剧 不会到此为止 因为他已经演了第三集了 没错 这次演第三集了 记不记得今年七月一号 港版国安法通过辞职 对 有一家银行先跑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先跑 所有的东西先 就是故事都从德意志银行来的 好 可是这样讲 大家不过瘾 直接先讲 纽约时报今天点了三个人 这个汪洋 这个中常委 还有女儿 买房子 豪宅一千多万美金 毕赞书 也是常委 女儿买房子 又是一千多万美金 习建平的子女 也是一千多万美金 这就单单算买房子的钱 加起来 这三个人就五千多万美金 数亿台币 好 可是这里面除了习近平的子女之外 其他两个都跟德意志银行有关 我们如果研究中国的外资 外资在中国的那种抢生意的过程中 德意志银行在两千年以前是没有市场的 可是两千年以后呢 德意志银行雇用了一个超级broker 叫张鸿利这个人 他是跟太子党玩在一起的 从2002年开始 德意志银到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变成是拿中国IPO 最大的外资银行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突然崛起了 他超音赶美啊 他把美国 你想知道的什么高盛 大摩 全部都把他干掉了 他做了什么事情 张鸿利 我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2002年到2003年 你想要见国家主席江泽民 总书记江泽民 代价多少 你找到张鸿利10万美金 你给张鸿利10万美金 有价码的 你给他10万美金 一年的时间他帮你运作到 所以当时德意志银行的这个 这个CEO 就被见到江泽民 然后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张鸿利 对 这么厉害 对 关系够啊 他们就送 因为江泽民是属老虎的 送了一个 不是很贵 只是一万五千 就一万五千块美金 的一个水晶老虎 德意志银行 是 送礼嘛 名字的没有很贵 这就换算台币还不到100万 关键什么 江泽民收了 江泽民收了以后 有很多事情好办 然后呢 你知道江泽民后来下去 对不对 胡锦涛实在上来 总理是谁 温家宝 温家宝呢 他也见得到 送什么呢 他属马的 水晶马 水晶马 都水晶 好 当这样子听起来 那有什么了不起 故事在后面 从2002年 透过张鸿利 德意志银行 一共拼雇了19个太子党 哦 这19个人呢 就一路帮德意志银行 过关散将 所以当时传说什么 栗战书的女儿 完全不合格 他的条件完全不合适 结果还是用了栗战书的女儿 就这么来的 我跟你讲 所有人都没有资格 根本没有精力 他们的精神 19个都没有资格 都没有资格 这19个人全部都是关系 我讲给你听 而且这里面有在讲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交集 我没有查出来的一个叫马维记 这个人是内批进去的 好 再过来呢 我没有查到名字是谁 刘云山的儿子 上一批的常委 刘云山是上一批的九常委中的一个 管理事形态的 一三书的女儿 现在出来了 然后汪梁的女儿 汪西沙出来了 也是这时候出来了 对啊 不止如此 温家宝的女儿 推荐了两个人 也进去了 然后呢 他们当时呢 有一个叫熊姬 德意志银行 有一个叫熊姬计划 就公姬啊 熊姬计划 目标要干嘛 想要抢一家银行的一个投资 叫华夏银行 找谁呢 找温家宝的大管家 这个人呢 还在 有一度传说被抓 后来被德意志银行 在当年的聘为顾问 这个人叫什么 黄旭槐 代价多少 三百万美金 德意志银行当年 就拿到了多少 九点九八块一成的 华夏银行股份 没什么了不起 工商银行IPO那次 被他拿到了 你要知道 四大银行 工商银行的IPO 被德意志拿到 那是不得了的生意 那像我们讲的 像栗战书的女儿 这个汪洋的女儿 在那一批人进去之后 他们做到某个程度 慢慢就会弹出 会离开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洗到 该算都算IPO该有都有了 波子还有额外的 反正就把香港当作他洗钱的地方 把钱都转到香港 所以他们买一个一千五百万 在潜水湾的别墅 透天的 那算什么 那只是他们财富中一部分 我说你怎么去想象 中国的那种 这种官员的财富 对啊 怎么想象 不久前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叫做这个华融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那个董事长 赖小明 赖小明 他在天津的那个 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公布了金额和台币贪污 受贿75亿新台币 75亿 你不要太 不要觉得 这个只是那个阶层而已 那只是那个 他只是国际下面的一个 还可以 75亿的钱 一千块的钱 是可以把整个摄影棚装满的 他真的有现金 去抓他的时候 在他家里面 收出来是2.7亿人民币 2.7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 三公顿 这个我要如何去想象 他们的财富创造能力 对 董事长 这个东西大有玄机 这个到底是中南海的内斗 直接炮打西核心 还是川普的一张绝妙好拍 他的一个伏笔呢 很简单 你看一只谣传有两个人嘛 汪洋跟韩正对不对 为什么韩正不见 为什么没有韩正 对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韩正是负责什么 港澳办韩正 韩正负责 韩正应该要被搞的 韩正东西会少吗 当然不会少 对啊 那为什么没有做韩正呢 我跟你讲很简单 这个叫什么 这是红二代加上既得利益者的 至宝行为 很简单 我帮你搞一个 我还有 我帮你搞一个大的出来嘛 他看到第一波这个惩治名单吓坏了 第一波名单看得很轻松 对不对 他也只有香港官员 然后看到中联办 港澳办搞一搞 然后看起来没什么事嘛 对不对 然后新疆就出来了 全全国就被弄进去了 刚刚讲的 是既得利益者在自己保护自己 那怎么办呢 就全面推个大的出去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谁搞出来的 搞到香港乌冤张气是谁搞的嘛 就有搞个国安法嘛 这个纽约时报大陆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谁撩你啊 他不是这样子搞 他是干什么 他是写给谁看的 写给谁看的 写给老美看的嘛 他告诉你 这个是下一个要抓的人 下一个要惩罚的人 就是这个 就是谁 就是习 就是这个 利潜新嘛 为什么要这个 因为他是人大委员 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 就是他颁布 陈老会 常委会 颁布了 制定了 这个国安法嘛 就香港国安法嘛 最近在干什么 最近在准备干另外一件事情 叫冻结九月六号的选 香港的九月份选举 拖到明年去 这个要拖一年 这个事情老美封掉了 因为现在选下去 结果的话 金字派一定输 是 民主派一定赢 拖一年也可能会赢 我不知道 但是拖一年这个立法是谁来负责 人大常委会 还是栗战书 所以栗战书跑出来了 对 先打栗战书 你知道这个最可怕的是什么 从所有的这些惩治民呆里面 就发现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没有地方存钱 你知不知道 没有地方存钱代表什么 钱没地方藏 对 我没有地方藏钱 保洁这句话讲得刚好 藏钱没有地方藏 刚讲的 汇丰 渣达 现在中国四大银行也说 我也不让你藏钱了 我昨天就在你的节目里面讲说 这中国银行一定会投降 我知道他一定会投降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就预告了 今天他彭博 已经公布了 中国银行要投降了 路透社跟彭博都说了 那好 那我现在麻烦大了 我现在是一个红二代 我是一个记得利益者 身上有几百亿 有不知道几亿美金的人 我现在怎么办 我这个东西 到时候钱没地方 当厂之后变成谁的钱 会变成谁的钱 会变成老公的钱 你这个不明资产 他开始追查你了 你只要有不明的金额出现在海外的名单出现的话 你一扯出来的时候 他开始内部就动你了 他叫你回来 叫你回来 钱给我交回来 我昨天不是讲的有一个人就是这个骆惠林 他搞一百块美金出去 大家吓坏了 你去惹老美干嘛 你现在去惹老美的结果就搞出一堆疲漏 弄到我们这些无辜的 好不容易要退休的一些的大陆官员身上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这个动作的目的 是要去制止栗战书的后续行为 你只要栗战书一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停 栗战书会停嘛 他女儿会不会搞嘛 这是第一篇 你女儿在这边有五千一百多万美金的资产 栗战书如果被制裁 那他女儿的五千多万美金怎么办 没了 那财产怎么办 通通可以处理你知道吗 大家会来 普丁现在还要变成救世主 他既然当这个是 Po上去的网 这个他骑熊背上背着一个针筒 他说俄罗斯现在有全世界的第一个疫苗了 而这个疫苗 他的女儿已经实验过 俄罗斯真的有疫苗了吗 对他是这个他在脸他的脸书 酷手的相片 他骑着这个俄罗斯熊 像杜特丁都说我也要打了 对你看他是大针筒 救世主了 救世英雄了 而且他八月十一号就批准了 他在十月就要大规模生产 而且他说全世界超过二十个国家 包括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甚至印尼 菲律宾 都跟他们下单了 准备要大量生产工艺界的国家 他要抢第一 他这感觉就好像在这个苏美的冷战时期 那么这个太空竞赛打出了那个人造卫星 我要史波尼克号第一个升空 对所以他这一支的疫苗就定名了 就叫做也核准了 叫做卫星五号 所以他卫星五号 他女儿刚刚保险你讲 他女儿也打了 他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女儿打了 他说信心满满 他抵抗力满满 而且打了第一针之后 他打两剂 第一针打下去 就说哎呦 第一天有发烧了 三十八度西 第二天又降下来了 一切OK了 信心满满了 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普丁 他做了这一支在熊上呢 其实这个恶名照章 因为他们之前就有被爆料 而且已经在英国的网路 这个国家安全局有公布 有一支骇客团队呢 这支骇客团队叫做apt29 他的匿名就叫这个苏世雄 叫Cosbell 苏世雄 因为之前就有这个媒体报导 尤其是英国牛津的那个研究团队 他报导说 奇怪呢 那个俄罗斯的疫苗研究 跟他们的非常接近 因为英国牛津生剂 他们是用这个所谓的黑猩猩嘛 那黑猩猩的腺病毒来做研究 但是呢 当时俄罗斯公布了两个腺病毒 很接近 他们就很奇怪 这个机密怎么会泄露出去 那么巧合 而且使用黑猩猩 因为全世界上用黑猩就实验的 英国很强嘛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说 他们按照应该是说的 这个胃 这个医学伦理 卫生这个伦理 应该要进入第三阶段 但是还没有第三阶段 他女儿都打了啊 对啊 我们知道第一阶段 所以十几个人嘛 第二个阶段就要上百人嘛 第三阶段上千人嘛 俄罗斯没有 既然出来了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如果不是这个窃取机密的 或是他们隐藏他们的这个科技 不然怎么有可能 六月才公布人体实验 十月就马上大规模的生产这个疫苗 所以这个受到很多人质疑 这个潘朵拉里面的盒子 到底怎么样 安不安全 所以有一个周潘就道导说 这个巴隆周刊 很有权威的巴隆周刊 认为它是危险的 如果做不好的 可能危及他们国家的安全 看到现在中国的中南海 四面楚歌的 八方鸣枪案件不断而来 纽约时报的这条新闻 绝对是一个 掀起千堆雪的一个报道 可是这个时候习近平在干嘛 习近平在管一件事 中国不要浪费 你如果是十个人 只能点九道菜 还有你吃的东西 一定要吃完 吃不完你一定要打包 没有想到 中国现在最风风火火的 这件事情 更夸张的是 我们来吃烧烤 烧烤的时候 很多的烧烤料 会送到桌上 结果如果你退回去的话 他们现在省到说 还要重新再烤 没有错 因为中国 唯一会发生革命的 就只有吃不饱 就是因为吃不饱 唯一会危害习近平政权 就是吃不饱 结果我们一直讲 你水这样淹 绝对会出问题 现在真的出问题 我们先不看习近平态度 我现在讲是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最新公布 今年主要粮区的下粮收购进度 下粮收购 大家会知道 因为下粮要开始收购了 现在采收 结果河北欠收93.5万吨 江苏欠收10.8万吨 安徽是不是烟队最惨 安徽是溃题吗 欠收多少 222.4万吨 河南欠收多少 五百三十八万吨 这东西都是我们之前有跟他讲过的嘛 哪个地方淹水淹得最严重 安徽啊 河南啊 确实现在欠收那么多 每个都欠收两三百万吨以上 然后呢 整个中国主要粮区在下粮收成的时候 收购总体欠收多少吨 一千万吨 这一千万吨都是粮食缺口 难怪习近平现在真的是出大事了 习近平去年七月二十二号上个月 才跑去吉林去视察 对不对 他干嘛去吉林 很简单嘛 吉林是黑土 对不对 中国最好的土就在吉林 他去吉林视察 就说要确保粮食安全 结果礼拜二又宣布了 我们要有效节制浪费 要立法 习近平自己讲说 我要立法 未来谁浪费粮食 我就立法让你坐牢 或什么罚款嘛 对不对 一个国家主席 一个总数席 管道人民吃多少东西 我就讲 唯一会影响他政权的 最有可能就是粮食 好了导播我们来看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当习近平下令后 这放在古代叫什么 就叫圣子 所以所有中国都动起来 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 全部都出来 比如你看杨氏 全部都开始大幅做这种文宣 来报导 那杨氏文宣报导还有什么呢 谁知盘中孙 粒粒皆新闻 这习近平讲的 对不对 这种就算了 来哦 你看杨氏还特别去造这种 什么蜘蛛餐店 蜘蛛餐店 也听习近平的话 在上面特别写出天地粮心 粮食的粮 然后下面还写一粒米千滴汉 粒粒粮食汉水患 然后下面的猴志标注 你如果浪费两百克的话 要加收三十元 这东西就是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不浪费粮食 现在变成了中国的全民运动 天地粮心 一粒米千滴汉 粒粒粮食汉水患 是啊 这都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 然后呢 所有我们现在看到一大堆 只要上得了档次的餐厅 你上去看到 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 这叫什么 光盘行动 你看光盘行动 合力饮食文明用餐 勤拿扫取 避免浪费 盛汉过多加收餐费 盛汉过多加收餐费 全部都有压育 这都已经变成他们的全民运动了 而且到处都是光盘行动 拒绝盛宴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 到处都是 为什么古代的黄帝发花 你甚至下来下面要照办嘛 所以你现在 从你进到餐厅的入口 你在拿菜的地方 甚至你每一个人的桌上 都有一个光盘行动 而且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嘛 他已经规定你十个人 只能点九人份的菜 对不对 九个人只能点八个人 八人份的菜 以此类推嘛 好了 现在连那种 过去我们有那种大胃王 什么东西 对不对 大家都很流行 吃播 就那一大堆食物的大胃王画面 抱歉 现在全部都不见了 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 打大胃王搜寻会出现什么 你知道吗 来找我们看这边 如果出现 你搜寻大胃王 正常来说应该很多大胃王的 那个视频出来 很多吃货 你搜寻大胃王会出现 爱惜粮食合理饮食 你再也看不到 你再也看不到大胃王视频了 然后呢 你打大胃王出来爱惜粮食 对 叫大胃王爱惜粮食 然后呢 所有直播组都改名了 你看他原本叫做大胃mini 现在改成黎窝少女mini 他们现在全部都改名 然后呢 他们原本叫做大胃王秘子军 然后改成叫做秘子军 大胃王全部删掉 现在他们现在整个所有直播组 都不见了 不能再丢大胃王了 搜寻大胃王 我看不到啊 我搜寻大胃王 只会出现爱惜粮食的金鱼啊 更扯的是来了 今天淘宝都有那种各种 淘宝吃货的短视频 淘宝吃货竟然出现一个短视频 推荐贵州一家烧烤店 这家烧烤店不是因为他烧烤特别好吃被推荐 因为他烧烤卖的是可以回收的肉 可以回收的肉 就是说餐厅前面一位客人没吃完 就是这视频 前面客人没吃完 他会回收 回收完后再给下一位客人吃 等一下 这一盘肉 这一盘肉如果客人没吃完 他回去再烤烤再给你吃 他还说因为我有加温消毒过 加高温消毒过 所以不会有问题 废话 你烧烤本来就是高温消毒 可是问题是这谁敢吃 可是他们为了要贯彻习主席的意志 连淘宝都出现这种 就是可回收的肉的饮食推荐 所以就知道多离谱 然后央视为了要去捧习近平 不是我剩菜剩饭 可以再拿来做吃新的食物 除了用 他不是给猪吃 是给人花钱吃 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然后央视也是这样 央视为了贯彻习近平的画面 习近平的指令 你看央视还特别作为一个报导 开始在骂那种所谓的主播 吃货主播 什么大卫王主播这种报导 然后把这些报导人打马赛克 然后开始批评他浪费粮食等等 可是抱歉 后来马上被网友打脸说什么 这个人过去是央视的常客 央视过去 是你央视捧红的 对 是你央视捧红的 过去常常上央视 还说什么 你看这就是央视批评 他的新闻画面 然后特别打马 你以为网友看不出来 结果这画面马上被打脸 他就是大卫王 迷你是央视一手捧红的 综艺人物 你这两年不但在推销中国的吃什么舌尖上的滋味 各个地方的好吃东西 结果人家就用吃来作为一个推销 现在不行了 现在是违反规定了 之前说舌尖经济 你看现在完全都说违反 违反规定 而且他们现在有系统什么 要把一些人逗臭 所以过去有很多直播的时候 一些糗态 都慢慢视频 很奇怪 演算法就让我们很容易看到 很容易看到 比如说有个直播主 他就说 你看他直播一年多 从瘦瘦的 然后后来变大吗 他说他一年胖了多少 他一年胖了二十公斤 还三十公斤 一年胖二十公斤 他说他从六十公斤 变成到九十公斤 那这种 就是我们画面看到 他原本瘦瘦的 那这东西好像 现在变大妈了 然后说这种胖很多 他好像也在暗示说 你一直吃一直吃 对身体也不好 身体会健康 甚至那种直播的丑态也摆出 有人喝饮料 那种喝饮料直播 就现在很容易就收饮料 那种喝饮料 你看他喝饮料喝到一半 然后饮料 你看他原本正要喝 对不对 然后饮料品就爆炸 等下饮料品就爆炸 然后射到他自己 这种画面也出来了 还有那种打开要喝牛奶的 喝牛奶画面也很好笑 喝牛奶 原本打开到他 他他他他他他把牛奶打开嘛 打开到一半 就他牛奶喷 喷了满脸都是 整个脸上都是牛奶 所以现在也在这 让那种直播组 除了让你搜寻不到之外 那丑态摆出的画面 也一直在网络上出现 所以现在我讲 当习近平下指令之后 中国整个由下到上 真的都动起来了 好 时候 现在为什么会缺粮 缺粮除了新冠肺炎 除了非洲猪瘟以外 最重要的当然是水患 对 天府之国 四川是他的粮仓 四川也是他出资 最多养殖的 像川珠安天下 可没有想到 现在四川语还没停 而且我们之前已经讲到 长江大坝遭受到 非常大的压力 对不对 过几天 我可以跟你讲 过几天长江大坝 又要迎来每秒 五万多立方米的 这个水量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又新的洪峰要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 长江山下的上游 也就是说天府之国 四川这一带 到处都在暴雨 那他们暴雨到什么程度 他们的国家防总 还有这个紧急管理部 还有气象台 等等五个单位 发出五道警报 连续发出来就说 这个都相当危险 麻烦请四川上游的 这个居民 全部要留意 你跟你讲 这个四川德阳这一带 他整个暴雨之后 那下来了 那种泥石流 他们就说好不容易 有几天已经没有下暴雨 没想到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你才能来 这个车都被冲走 对 他们就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你看这个也是个很夸张 你看整个山洪大爆发的 这个情景非常严重 那这个原本 这个警察都没有说 不要过来 我们前面可能会有 吐石贪方的这个可能性 他已经阻止了相关的 就你看 慢点 就还真的 他赶快逃命了 马上这个大石头 就这样打下来 他就说 幸好我已经挡住你们 如果没有挡住你们的话 你们过去的话 大概你们就性命不薄了 那不只是这样 我们都说过去 我们可能要拜佛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佛 自身难保 这是哪里 这是乐江大佛这一代 乐山大佛 对 乐山大佛这一代 因为乐山大佛这一代的话 也下起大雨 那下起大雨之后 整个江面这个起来了 你看乐山大佛 他的脚已经被浸在这个水里面了 通常再过一阵子的话 可能这个水会慢慢慢慢 淹到 水就这么深了 会慢慢淹过他的脚 甚至有可能更高 那你知道现在 整个长江有14条河流 我们目前的水域 全部都是超标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才很紧张说 接下来可能这个 这个长江三峡 又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我们昨天讲 中国山景启发 今天变成武景启发 对 那你看 这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在四川的暴雨之后 你看车子又开始 这个已经大概几个礼拜 没有看到的画面 现在四川的人就说 怎么又来我们四川是不是 这没完没了 我们四川是不是说了什么诅咒 是三峡大坝的诅咒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你看 因为整个这个暴雨的 这个状况上 整个街道完全都是淹水的 这个情形 那你看每一个民众都 都已经看到水 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就 这个是好像变成他们日常的 这个状况 那甚至有一台车 在这个城路这个地方 他要闯进去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闯进去之后 没想到真的 他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下去 结果没想到下去之后 糟糕 他现在赶快 这个水晶 你看这是在从他里面拍出来 进得去出不来了 已经开始慢慢慢慢 已经慢到他的这个身体 他赶快叫外面的人来救他 就在这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 当地的警察就赶快下去救他 幸好保抉 你知道真的幸好 幸好把他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 你知道拖出来没多久之后 这个车子就沉到下面去了 车子没了 车子没了 如果他没有被救出来的话 他可能在这里面 就会遭受灭顶 就会灭顶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有时候 你可能以为 那下大雨 我在家里面坐就好 结果你看这个 这是在眉山的一个民众 眉山 他就说 太夸张了吧 我们家里外面下大雨 我们家里面也在下大雨 你可以看 他们家 他就说他们拍 他拍出来 他们家有孔洞的地方 全部都是水 你看 这是连水还从这个 这个灯啊 从灯流下来 他想说这到底是什么 你看 这油管线的地方 全部都淹水了 那你就照这个水 只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雨下太大 一个是你们这个品质 真的是豆腐渣工程 品质也太差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 目前北京也在下大雨 对不对 结果我们就说 中国官方好像都会把它美化 你可以看 哇 这个画面 他们就说什么 因为下大雨之后 他就说 故宫出现雨后 然后变成天宫的样子 这是非常漂亮 他们官方来说 你看每一部随便拍起来 都是可以弄成桌布 就像我们台湾人 很喜欢拍那种天镜 那种样子的这个 大家想 哇 大家说 你会不会搞错啊 现在你怎么搞这种东西 你在北京故宫 你没错是很棒 但是在北京故宫 外面就不是这样子 我们讲很简单 外面全部都淹水了吗 你看北京故宫在哪里 在长安大街 长安大街外面 全部就在淹水 所以反正有 北京现在只有故宫 不淹 瘸都淹了 有人就说 你现在的这个号称 这个强国强国的 这个基础建设 还比不上之前 清朝时候的基础建设 还比不过人家 六百年前 对你看整个 这个长安大街 外面而已 就马上就淹大水 大家想到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这是保定 保定事实上 也离这个北京 也没有很远 那保定现在民众 他们也习惯了 反正就淹 他们现在也是习惯 就是反正我就在 这个淹水中间 在那边吃饭 大家都习惯了 这个餐厅都淹水了 都这样 好 那我就说 他们官方反应 真的有点怪怪的 那央视的主播说什么 他就说 他就说疫情 今年的疫情 还有殉情 让我们遭遇到 不少的意外 但是再大的困难 除以14亿 都会变得为不足道 他们讲这个之后 下面的网友骂翻天 炸锅了 骂翻天骂什么 这是人话吗 那好 那坏事除以14 那好事能不能除以14 有福同享 那我们刚才就讲 刚才讲到了 以那15亿 每个人非分 有不少钱 对啊 你看他就讲 分房子的时候 那按这个配车的时候 那高干的时候 想不想 为什么要除以14分 14在哪里 他们就这样 所以中国老百姓 真的火了 你看 坑枪有力 但是下一句是装风卖傻 就这样讲 再小的困难 乘以14也是惊涛骇浪 有困难的时候 百姓自己扛 那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手又在哪里 那马上全部都骂翻天 呵呵说困难 就除以9千万 那也就是说除以14亿 宣传套路也得弄得深一点 所以那全部下面 那讲出来之后 大家反而炸锅 所以那网民呢 其实是非常不满 现在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气候出现大变化 而气候出现大变化 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 导播来看 这个 这个叫小龙虾 也是小熬虾 这个小熬虾 25年前 地球一只都没有 它凭空出世 25年来突然在地表出现了 地表出现之后 25年来 它居然有数百万只 更可怕的是 这个小龙虾没有天敌 对 目前来讲 以前就保险你讲的 地球上没有这个品种 这个小龙虾 25年前一只都没有 对 那个这个小龙虾 根据德国这个博士 它的研究 它可能是一种变异的龙虾 那么西南没有 变种 变种的 现在已经怎么样 可以统治欧洲的水域 那么它 统治欧洲水域了 是的 但这个小龙虾 它没有天敌之外 它很会生子 而且它不用这个交配 不是持熊可以交配 只要一只单只的母 就可以繁殖出来了 所以它是自体繁殖 对 所以难怪有人叫做克龙虾 没错 这个叫石纹的 这个大理石纹的龙虾 而且它每一次生的 两三百个蛋 它很漂亮大理石纹路的 对 那两三个半蛋 那平均大部分 持虾比较多 那持虾又不用这 不用交配 又可以再生 所以它繁殖很快 现在已经达到了 这个数百万只 一只虾子 它在没有交配的状况下 它给虾这么多蛋 这么多蛋 马上就变成小虾子了 变成小虾子 而且它 这个很奇怪 这个自然现象 它两三百个蛋里面 大部分有九成以上 都是雌 这雌性的 那么雌 又可以生心的蛋 又可以生心的蛋 如果这个倍数下来 那很可怕 那目前来讲 已经超过整个欧洲水域 因为没有天敌 所以大量繁殖 这个大理石纹的小龙虾 它更奇怪 它不需要交配 所以怎么蹦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 而且我就跟人家讲 就是更表示 它只能靠什么 因为它都是自理繁殖 所以它在某个程度 只要有一个人 受到了感染 它会全部的灭族 这时间要多久 二十五万年 所以这个虾子 它会在地球搞二十五万年 对 没错 根据那个 这个NY Times的报道 过去五年 它也是这样子 德国一个生物学家 博士在研究这种 叫做大理石纹小龙虾 它这个研究了很久之后 它找不出为什么 最有可能就是这个龙虾 产生了基因变种 那么基因变种 它在整个生物学谱里面 以前是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这个东西的 对 它非常奇怪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它地球已经没有了 那现在可以单性繁殖 那么单性繁殖里面 它全部生出来的 九成以上又是这个磁性的 所以特别奇怪 那这个又没有经济价值 所以现在整个欧洲水域 很麻烦 我刚刚讲的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现在在日本 日本照理讲 它是一个非常 相对来讲 比较温暖寒冷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样一个 比较冷的地方 现在非常热 热到什么程度 晚上40度 日本人快疯了 40度之后 气流变得非常旺盛 雨就变得非常非常大了 没有错 很热的气候会带来 是相对的对流旺盛 会造成暴雨 你现在看到 这是日本东西 关东的暴雨 这是什么状况 你看他们暴雨 这个不是消防栓破掉 是下雨下到 它的冷孔盖 变喷泉 然后这喷泉 我们之前看过 很多大陆的喷泉画面 了不起一公尺嘛 抱歉 这个喷得跟后面 那个耗质一样高 是好几公尺的喷泉 表示说 它整个下水道的水的水压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他们关东的公车 也是这样 你看公车在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 表示他们连主要干到水 都淹非常非常多 所以公车 日本的最先进的城市 他们的地下排水道 应该做最好 台北的下水道 就是他们做的 地下排水道做最好 而且清理最干净的国家 他们大路 大马路上会变成这样子 就表示他们的水太离谱 然后这个是什么 关东的地铁站 这关东地铁站 最大的地铁站 然后里面你看 这水是从上面涌下来的 然后涌下后涌 然后地铁站的时候 你看旁边的人在拍照 下午两点的时候 对 下午两点 午后雷震员 然后他们在拍照 你看他们在拍照 那个水是不是 大概都到他们脚踝左右的高度 这代表他们以前都没看过 才会这么新鲜的拍照 对 才会这样拍照上船 然后甚至有个很可怕的画面 是我们看到关东有个车子 你看这关东车子忽然就灭顶 你看这车子就在中间就灭顶了 他只有灭顶 对 他就说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他只要开车 经过天桥底下 结果开到天桥底下 忽然水变超深 就是画面 然后他车子就卡住了 然后车子卡住就算了 然后他还说 他感觉到他的车子 开始浮起来了 所以表示他水深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在赶快逃生 汽车逃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你看他太白几次线 水深一公尺 水深一米的几次线 就表示说这个东西 原本水是基非常非常大的 好了 我们看到这五后雷阵 最多什么是打雷 对不对 现在关东整个地区的打雷 也非常非常夸 你看这打雷 一直打雷 一直打雷 他们这打雷打到什么程度 他们打雷打到说 把那个电线都烧掉 整个观众地区有八千户 你看这烧掉的瞬间 整个八千户 有八千户 八千户停电 在日本 而且除此之外 JR的东窗口 在里发生停电的状况 就是他们JR停摆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看这停摆的瞬间 他们日本是有非常非常多人 通勤都得靠这个JR 他们是没有其他车子 可以回到家 所以当JR如果停摆的话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整个日本 一点都不像先进国家 就是因为被雨所毁了 那被雨所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 又热又暴雨 对 那为什么雨下那么大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高温 现在整个东京 真的是进到所谓的高温地域 晚上四十度 有什么概念 所以让它气候非常不稳定了 对 它们气候非常非常不稳定 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 从八月三号到八月九号 整个日本有多少人中暑 六千六百六十四个人中暑 而且这里面有十个人是因为高温而死亡 那这些中暑的人大概六成以上都是六十五岁的老人家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悲剧 比如说神奈川的大和室 有个八十三岁的老先生就发现 在他自家院就倒了 就热死了 热衰竭就热死了 在自己家院走 然后栗木县也有个七十七岁的老太太 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可是他家中没有开冷气 所以研判也是因为热衰竭死亡 所以你看到画面说 非常非常多这代的悲剧 所以现在日本热死的人越来越多了 甚至连艾滋县有个八十七岁老先生 他就这样骑脚车骑脚车骑脚忽然就中暑 中暑就自摔 那你八十七岁老先生自摔 当然都会过世啊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真的极端 就在日本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严重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日本 最近为了在香港逮捕周庭 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女孩 在日本居然炸锅了 在他们的推特里面 第一个就是要拯救周庭 甚至她从官网长官到林英雷包暗戏 都表达了对这事的高度关切 但日本现在对中国的不满跟愤怒 还不只是表现在这上面 现在对中国来讲最头痛的是 日本跟美国竟然同时组成了一个太空军 这个答案没有注意到 可是我们仔细去了解才发现 原来日美两个国家要炙霸太空 炙霸太空 日本人讲他们的太空就要干嘛 他们要去清除太空垃圾 你要想想看 如果日本的技术已经有办法 把这个十公尺建方的垃圾 都可以处理掉的话 那太空中有什么样的物体 他不能清除呢 如果日本可以清除这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现在在太空所有的东西 日本都可以摧毁呢 所以郑浩刚刚讲到的 现在日本美国成立这个太空军 真的已经联手的话 天下无敌 炙霸太空 没有错 美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了 日本的宇宙作战队也成立了 他叫宇宙作战队 非常有漫画的风格 可是是真的 你看来观众朋友们看 他们受其成立仪式 因为汉字我们都看了嘛 他们真的就叫做宇宙作战队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 航空自卫队的宇宙作战队 对没有错 然后在成立的过程中 日本的防卫大臣 河野太郎 特别被记者问到说 请问你这宇宙作战队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要跟UFO 就是外星人对决 他说没有 抱歉 与外星人的对应 不列入宇宙作战队的任务 换句话说 他们对付的不是那个虚无缽缽的外星人 而是在地球上 肉眼可见的敌人嘛 中国嘛 苏俄嘛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围堵的对象嘛 而且日本跟美国的太空军 我不再把你的捆龙所绑到 我不再让你海入空都可以进去 我连让你太空军都可以成立了 没有错 因为在美国太空军成立 日本跟日本的宇宙作战队成立之后 他们有签个协定是他们的空中的星链 资料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日本可以交换星链资料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太空版的五眼联盟 这种逻辑啊 那大家就要问了 为什么美国千挑万选最后选择了日本 后来我们就慢慢爬出才知道 日本极有可能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强的太空强国 日本的科技太强了 比如我们就讲准鸟号 准鸟号很多人可能不见得听得过 他2003年到2010年 这七年间执行太空任务 他执行什么太空任务 他破非常非常多记录 我们看到画面就准鸟号上升空的画面 大家以为太空任务了不起飞月球 远一点飞火星嘛 对没有 他这七年总共飞了六十亿公里 然后呢 他是世界上第一架 从小行星带回物质的探测器 什么叫小行星带回物质 你要从小行星带回物质很难 原因为什么小行星很小 对 而且他是在动的 所以说你要从小行星降落就很难 而且他的表面是不光滑的 对 所以说准鸟号把这东西物质带回来之后 他随便破了一个记录 他破着陆目标最小的太空气区 因为他那小行星只有五十公尺 五百公尺大 非常非常小 然后我们看这个画面 所以日本的准鸟号是唯一可以从太空中的 小行星带物质回来的 对 而且我们看到那准鸟号 他是怎么去带那物质 我们观众可能想到说 是不是降落之后 派一个无人车去挖 抱歉 你挖不了深层的东西 所以准鸟号拿物质的东西非常酷 就是他当接近那个小行星的时候 会从准鸟号里面射出一个子弹 打到小行星的内部 射子弹 对 这类似指导的东西 打到小行星的内部 那小行星的表皮裂开 然后里面的内部东西 就就这画面 那内部东西是不是就有烟灰上来 炸开上来 赶快去收集炸出来的那个灰烬 因为他们说这个炸出来的灰烬 可能会保有四十六亿年前 太阳系诞生初期的最原始的物质 因为我们在台湾 在地球拿到所有隕石 都是经过大气层高温加热过 对不对 所有化学物质都改变了 可是你如果直接去小行星 裁剪的话 你有机会发现生命的起源 所以只有日本现在可以从小行星上拿东西 关键来了 日本的宇宙航空开放机构 是主导这个计划的 叫做JAXX JAXA的这个预算 这个机构预算 只有NASA的十分之一 专家说这个预算 连阿凡达都拍不起 可是日本人 他集合所有日本最健康科技 NASA 日立 山林 富士东 全部就是要做这个准养 结果真的让他们把小行星拿回来了 好 你说那只有这个拿小行星 没有 连日本我们都知道太空非常多卫星 卫星一定会产生太空垃圾 我们的地球的外太空脏到 大家没办法想象 十厘米的垃圾有三点四万个 一到十厘米的垃圾有九十万个 一毫米到一厘米的垃圾 一点三亿个 所以太空垃圾非常的脏 那太空垃圾会影响到卫星的运行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太空垃圾 都怎么处理 用怪手 就机械手备去抓 机械手备抓 可是机械手备抓很慢 对不对 结果日本说现在要开发一个 太空垃圾清理机会 用什么 打出一个太空垃圾雷达 这个就画面类似的模拟动画 打出一个太空垃圾清除卫星 上面加雷射 然后雷射去击打那个太空垃圾 然后呢 他那光波是有 他说因为是清除垃圾太多 他那光波不用太强 他只要能够稍微使 那个太空垃圾移动就好 每次移动一小部分 每次移动一小部分 只要脱离地心引力的轨道 他们就会坠落 所以说他们去坠落到大气層内 这是他们清除外星垃圾的方式 去扫垃圾 对去扫垃圾 好咯 那如果他们可以透过雷射 让太空垃圾位移 那这个很简单 我只要把这个雷射的能量增强 光波增强 这雷射就可以转 随时转变成攻击型的雷射 那个时候所有国家卫星 他不用把你卫星打下来 他让你卫星的关键零组件坏掉 你吃不完都会走嘛 你让你表面的CPU坏掉 机面坏掉 或是说你的镜头坏掉 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用啊 所以如果我可以打太空垃圾 我就可以打太空所有的物体 我就可以打太空的卫星 那天空上所有的卫星 都是我的目标了 而且这个太空垃圾 时速有多快 大家觉得了不起跟高铁一样快 时速三百公里四百公里嘛 没有 因为太空垃圾在太空间 是受到地球引力去牵引的 你可以想象像 像是那种链球在转的那种感觉 它的时速是两万五千公里啊 所以我要在太空中打一个十公尺 十公分见方的 两万五千公里时速的 那个精度到底有多强 可是日本做得到 重点来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那个外太空上面 有所谓的国际太空站 对不对 那我要问大家 你们知道国际太空站 里面的太空人吃什么 喝什么 电池不见了怎么办 电池用完了怎么办 谁来补给 抱歉这个太空物流 竟然都是日本人来负责的 你说日本现在在做太空物流 已经做了九次了 它的白鹤一号到白鹤九号 就是专门在帮国际太空站 做物资补给的 这个后期有多厉害 我们看到这就是白鹤九号 去对接的那个画面 它对接是非常非常难 而且非常非常精准的 而且这中间有差异哦 很多国家都可以把外太空设上去 对 可是问题来说你要载东西 因为你是补给物资的嘛 没错 你要怎么样载的重 你要怎么样要燃料省 这东西有学问 因为我把这个SPEC也在做这件事 都可以啊 可是问题是日本就是 载的东西比人家重 然后比人家轻 比如他们最新的 因为太空这个白鹤九号 他们信任之后 他们要弄白鹤X号 白鹤X号 他们每一次都在进步 比如说白鹤X号 相较于白鹤九号 它的载重量就多了一点五倍 成本呢 直接对坎 只剩下一半 所以日本呢 成本少一半 成本少一半 重量多一倍 重量多一倍 那所以说日本是从白鹤一号 白鹤二号 白鹤三号 白鹤九号到白鹤X号 那我们都知道打仗 打仗手中后勤补给 我们都知道伊拉克战争 过去日本 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 最重要的后勤补给 就是日本派船过去 对不对 如果未来有一天真的发生 太空等级的战争的话 日本一样 它的白鹤号 就是做好最好的后勤补给 他今天可以帮国际 国际太空战做后勤补给 明天就可以帮美国的太空战 做后勤补给嘛 谁可以让美国毫无后顾 只有在前方打仗 日本 日本嘛 就像打破湾战争一样 而且美国跟日本联手 真的是强强对决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日本的 都有点是偏后勤 偏科技 美国都在发生什么 战略性的太空武器 美国有个非常神秘的太空飞 叫做X37B 这个X37B 非常少被人家听到过 大概一般不提起的 可是最近逐渐被解密了 这个X37B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X37B发射的状况 他是由火箭载到外太空后拖离 火箭拖离他就在外太空巡航 他在外太空巡航 那个X37B就长现在画面这个样子 他是被评为最接近 太空战斗机的无人战斗机 第一个他是太空战斗机 第二个无人战斗机 他厉害的也在哪里 观众朋友如果对于太空物理 有点了解都知道 当所有飞行器或卫星 丢到外太空之后 你只能朝一个方向 定时定速前进 在一个轨道上 在一个轨道上 因为很简单 因为是地心引力拉着你 在走 就很像是我们练球选手 在那边转一样 可是问题是 你在想象吗 你练球转到一半 你忽然可以换方向 这个X37B就是这么厉害 他可以换轨 他可以换轨 他可以利用 他说他可以利用 大气层的些微阻力 造成换轨效果 换轨效果在太空战 差别在哪里 很简单 你的X37B上去之后 如果你的轨道都一样的话 我所有轨道都可以锁定你 对不对 我所有国家都锁定你 你要朝我这边丢导弹 根本没有意义 可是问题是 他说可以在地球的另外一面 比如说我要打中国 对不对 我可以在中国雷达 看不到另外一个表面换轨 换轨之后 对中国来说 就会忽然发现X37B 就在他上空 忽然在我天空 X37B如果在他上空 他会干嘛 可以丢导弹 现在所有的洲际飞翔都这样 我从地面起飞之后 往外太空走 到外太空之后 在垂直下降 什么时候会被侦占到 你地面起飞的过程 你会被侦占到 可是问题是你X37B 本身就在大气层外面 所以都抓不到他 抓不到他 所以他说他飞到中国大陆下面 假设他要对付中国 直接从上面丢导弹下来 会造成垂直导弹的效果 所以这个被誉为 最接近太空战斗机的飞机 美国已经在太空中 飞了好几年了 所以美国跟日本的太空机 所以一个是矛 一个是盾 一个等于说 我有最强的远程打击火力 另外就是 我在空中变成一个防卫盾 我可以运送物资 第二个就是 我可以把我看不出来演的 我要破坏的所有的卫星 全部在空中破坏掉 所以你看观众朋友 我们刚刚从刚介绍下来的话 日本就是美国最好的侧翼 最好的后勤 最好的补给 而美国呢 就是请全力去发展 那种最强最强的太空武器 这两个国家搭配 是天衣无缝的完美搭配 而且重点来了 美国现在允许日本发射的卫星 跟他可以做星链的共享 什么叫星链的共享 很简单 如果在美国立场 我一个国家要在把整个外太空 布满所有的卫星的星链 太累了 那需要国家 其他国家陪你帮忙 可是问题是 当你星链共享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通信协定共享 代表你的密码 可能会被对方破解 所以他只能找最相信的盟友 来做星链共享 他不可能跟中国做星链共享 如果我跟中国做星链共享 就表示我的情报 也跟中国共享 所以当美国可以 无条件的信任日本的时候 大家问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你只是找到日本 可以这样子帮忙美国 当然我们看到了 美国现在对中国 真的是处处挑衅 步步禁闭 上穷必落 下黄泉 不再入海空 我已经亲蒙大 在你家门口 现在讲 现在周边所有的材数 都被美国给拿去了 现在没想到 太空上都不放过 都成了美日联军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双方还有一个冲突点 就是黎智英 现在如果黎智英 如果这一关过不了的话 你说美国跟中国的冲突 还会再加深了 一定会再继续加深 就不用怀疑了 黎智英这一关很难过 跟我讲 黎智英被逮捕那天的时候 本来我们预期他应该出不来 结果 打了很多人 猜错了 以前就出来了 三十几个小时被交保 交保出来的黎智英 我们那个以前的李老板 干嘛 今天做直播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中国干方 这个已经跟港府没有关系了 跟警务处法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了 你如果今天在北京 在中南海 马上做直播 还哭给大家看 你是主管意识形态的 你是主管言论的 的常委 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你在想什么 因为黎智英被抓的那一天 新华社的内参新闻 内参里面 下了一个标题 美国人都救不了他 美国人都救不了他 结果他出来了 内参是发给所有的高层 在北京中介以上的人看得到 新华社 美国人都救不了他 结果放人了 好 我们回来看今天 今天香港几个 个清中的报纸 其实不要讲清中 其实就是 中方式的报纸 香港除了苹果日报以外 都清中了 对 好 先不要亨争 我先从人民日报来看 人民日报点评了 李智英了 是吧 你能碰答的时间不多了 刚放出来 怎么跑出来这个呢 而且 我们再看看最鹰派 几年碰答的时间是你在外面 可以跑跑跳掉的时间不多了 对 好 我们再看看 人民日 这个环球 环球构鹰派吧 环球的思论讲什么 李智英 并非一日恋成的真汉奸 好 用汉奸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非常有趣 大公报 大公报他的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 土海铭 直接讲 李智英要做恶多丹 喜罪名 南上加南 好 这个都在造势 可是 谁 谁让这些媒体 突然间 同一个时间造势 因为我们知道 中共要对付一个人 我要先把你定掉 是 斗垮的钱 要先斗臭 我现在不单把你斗臭 而且我把你定掉 定掉 就很难转了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 李智英被交保了 这下子 还是讲那句话 在被抓的那一天 新华社的内餐 放出去的东西叫什么 美国人都救不了他 这个时候 你会让中国的 尤其是管理网路 跟意识形态的部门 这一块是抓在 王沪林手上的 也就是所谓的 整个掌管意识形态 最左的这一块 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一块 在今天全部发动 那你更不要讲 东方日报啦 反正东方日报这些报纸 你一定知道 他一定 打一滴 赶快 风向要干 赶快跟 所以他怎么讲 反中乱港犯天条 游街示众最难饶 可是这都没有 人民日报的那句话 最经典 能蹦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 而且他讲什么讲 他讲说 你死路是要先处决 沉失示众 还有跟他罪事 你死后还要鞭尸 不但要鞭尸 你的尸骨还要散落四处 这叫做鞭尸扬灰 他说王金卫就是被 挫骨扬灰 他们就要对 黎智英挫骨扬灰 四个字都出来了 这个又是 这个就是风向 已经带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会对 在台湾我们会对 黎智英很同情 可是在内地 站在这个中宣部 这一些相关系统的角度 站在王沪领的角度上 黎智英最好是怎么样 送内地 你说黎智英还会 你说他还会被抓起来 这就是中国的两派斗争 我们去看一件事情 就中国这一段时间的 内部矛盾又非常深 外交系统现在对美放软 要拖过11月3号 可是就中宣这些系统来讲 黎智英这个事情 会让他们在内部情绪上 很难交代 但是为什么还把他放出来呢 两边是有矛盾的 所以你一定会看到 这个矛盾到最后是哪一边 压过哪一边 可是对于文宣 对于管意识形态系统来讲 他终究会压过外交系统 你就看好了 最后文宣意识形态 价值负责这个系统的人 也就是王沪领手下的这批人 这个系统 最后一定会压过王毅这些 所以黎智英 心里有准备 所以黎智英很简单 他一出来就直接跟你讲 我一定会撑下去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一次是拿他两个儿子当人子 对 他说现在是株林九族 再过来呢 因为在香港苹果日报 几百个人 另一天两百多个警察 进去干嘛 也就是说 中国的下一步 我当然不希望发生 可是中国的下一步 他如果要老黎 要黎智英屈服的话 绑架他的员工 你可以想象 如果那些人 他的身份证全部都被登记了 被登记的就是 而且他们现在 都没有那么麻烦 而且把苹果日报 已经定调成是一个叛乱组织了 你在那边工作 你本来就有税务记录 跑都跑不掉 所以苹果会的处境 未来是越来越艰辛 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讲 就要看外面 外在局势的变化 会怎么走 所以董事长 现在中国真的是 对外放软 对内强硬 而且黎智英 现在变成一个烫手三鱼 而且这个黎智英 变成两部分 中美的博弈的旗帜 还有内部斗争的旗帜了 我们刚才有一个画面 等一下请导播再放出来看 就是黎智英 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跟这个国外的两个老外 在做对话 你看这个画面 看到没有 那黎智英这次为什么被抓 什么理由 罪名叫什么 同敌 勾结境外势力 对不对 那这个 刚刚那个画面 是不是在勾结境外势力 对 那今天可不可以抓 今天又可以抓 这不简单的事情 他是继续犯 这有本事今天就抓他 为什么今天不抓他 这没有能力抓 少吹牛了 是吗 当然没有能力抓 可是现在画的 讲的名字 黎智英 并非一日练成的侦翰间 而讲你在外面 蹦达的时间不多了 对 随便你讲 我刚刚讲 少吹牛 今天就可以抓 他刚刚这个 那个直播就跟两个老外在那边 哈拉哈拉 在那边 在那边 这个就是勾结境外势力 摆明了 全世界都看到勾结境外势力 你怎么不敢抓他 他没能力抓 所以他就是写一写 他这个是内宣 他写给他国内的观众 当然是 还有一个就是总编辑的立场 写给老板看的 大家爽一下而已 不是吗 错古杨辉都来了 但是随便你讲 这个就是文革式语言 有什么意义可言 这个就比较有意义 他为什么出来吗 关键就是前两天 这个蓬佩奥接受 这个华府一个记者的访问 就问他说 Jimmy Lai Jimmy Lee的事情怎么办 他说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让北京知道 我们会有动作 就是看清楚的告诉你说 我们一定会 就川普总统一定会让北京知道 我们会有对策 会有动作的 他告诉他 我们会让他们了解 就是干你嘛 那为什么出来 这当然是国际势力 这什么好吹牛的 至于说内部什么外交系统 什么系统不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 他内部的外交系统 他的昨天 他的外交部副部长 是王毅的一个副手 这个当然是代表官方发言 在接受这个中国大陆的观察网 这个访谈 访谈他讲就是说 短期来看 他要讲短期跟长远 他短期来看的话 就是不要被少数人 这个带风向带着去做一些偏激的事情 那长远来看的话 这个长远看我们要什么东西 要演要一定要跳出当前选举的 跳出当前选举政治 走出情绪化思维 过了11月3号再说 选举政治11月3号 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首先最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对话要沟通 绝对对话绝对不能够中断 尤其什么 尤其什么 两国外交部门 不能现在无限电静默 这句话有意思 目前就说无限电静默 我跟你讲 那外交部门 美国外交部门谁负责 蓬佩奥 无限电静默 他在给你无限电静默 然后在公开在媒体骂你嘛 蓬佩奥公开骂 昨天就到了捷克去演讲 又把中国臭骂一顿 天天骂 天天骂北京 对不对 除了还不跟你客气 然后最后 所以你看他被骂了以后 他还请你一定要回到谈判桌上来 低调到这种程度 拓面自干 就是完全典型拓面自干 蓬佩奥每天骂他 他原来形容叫做 中美的恶意螺旋 不见不断上升 恶意螺旋 然后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叫自由落体下滑 中美关系就是 完全看不到底了 所以他整个外交部在 你看看 在黎智英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更 昨天更严重 还有一个不要忘记 美国的卫生部的部长 阿查尔 来访问台湾 那么大的事情 过去的话 他是干什么 过去是直接叫你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 相关的馆长 大使馆来训话 先臭骂一顿再讲 对不对 先抗议 然后要降低什么 降低双方关系 什么一大堆 反正花样 花样一大堆 一定有动作 你看到我们这个 阿查尔到台湾 没动作 你没有感觉到 任何事情发生 没有 没有事情 不但没有事情 还在这个时候 他的代表外交部的副部长 乐玉成公开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媒体 这个内部在大陆的媒体上面发言说我们不能够保不能够无线电进墨 多低调 这个已经到了老美已经把他压到二楼队压到地上打了你知道吧 老美的部长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跑到台湾来了 而且更厉害的他跑台湾来不稀奇了 他是运用了 他已经就实践了 他所谓的台湾旅行法 是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想来就来 来谁就来谁 他就依法 他这次我依法这样跟你搞 下一次谁都可以来 然后你也可以去 这个台湾旅行法 已经这一次是正式在法律上有一个有一次落实的落实的这个这个典范出来了嘛 所以你看看我们来比较一下 那么大的压力 那么吃憋的情况 为外卫生部长跑台湾来 这多大的事情 李志英被逼着放出来的事情 李志英现在还在哭 还在这边做直播 然后这边他告诉你说 我们不能无线电进墨 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共现在什么调整 绝对低调 我跟你讲这口气憋到底了 憋到十一月三号 十一月三号再说 但是我认为十一月三号以后 即使川普当选 注意 即使川普当选 我认为他中美关系会回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十一月你要观察这个礼拜 说十二月十五号 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协商的日期 他继续维持这个平台的运作 换言之讲 川普还是维持斗而不破 好 师兄 现在中美的这个冲突 你不知道到底上线是什么 下线是什么 因为纽约时报又都一个炸弹了 遮华豪宅 中共权贵的财富跟香港的命运 刚刚讲习近平的姐姐 汪洋的女儿 还有栗战书的女儿 你们在香港买了什么豪宅 买了哪些房子 多少钱 他全给你搞出来了 博姐现在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过程 这个中间互斗的过程中间 突然出现这个文章 非常非常不寻常 为什么非常不寻常 因为纽约时报报道出来的话 后面都会有后续的涟漪 我们现在不要讲 我们先讲上一次纽约时报 爆料中国大会的高官是什么时候 如果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话 是2012年的10月 他当时爆料的是温家报 温家报 他说温家宝来他们家主有27亿美金 就知道之后怎么样 温家宝马上就发一个声明稿 驳斥纽约时报 就说你说的都是假的 那甚至当时 他被在中国内部被立案调查 就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所以他们当时是出来否认 可是这一次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之后 你看他们会否否认 如果他们不会否认的话 那就是也是暗示的某些东西 再来我跟大家讲 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是新的内容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新的内容 我跟你讲这些内容如果你去找的话 其实这些内容最早最早报道 从2012年的路透社 他就报道过 路透社报道过之后 他路透社是写出大概的这个过程之后 后来谁报道的最多 谁 苹果日报 香港的苹果日报马上就去找 我们现在所有找到照片 其实大部分都是苹果日报 拍出来的 也就是苹果日报 他拍了非常非常多 他后来还调查了 他把他们的这个资料补得非常起 包括习近平的资料 包括说汪洋的资料 包括栗战书 他要补得非常非常起 所以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把他丢出来 当然他这有目标 所以是政治目的不是真的 当然有目的 为什么有目的 第一个你看他这次爆料了 第一名 这个中国道目前排行第一个 这个他们七常委排行第一 就是习近平 排行第二是李克强 排行第三是栗战书 排行第四是汪洋 也就是一三四 都是习核心 而且他是只打中国道路的最核心 他已经是前四个领导中间的前三名 只有李克强没打 只有李克强没有 那你就想那李克强会没有这些东西吗 所以你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妹妹 在这里面 这到底是江派还是团派要在逗他 当然这个不知道 那同时你也可以说 美国他也打出这张牌 或许他也要引发 整个整个中国内部的这个混乱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这个习近平 他们家族的这个 到底有没有很多在海外的资产 现在大家查的是说习近平 跟他的老婆或是他的女儿真的没有 但是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有 譬如说是齐乔乔 他姐姐 他姐姐 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姐姐的老公 这个邓家贵 另外还有他的女 这个齐乔乔的女儿 这个张燕南 他们真的非常多 他几十家很多 而且他们三个都有香港的这个居留权 也就是他们三个严格来讲的话 他们都居住在香港非常多 而且这次他就直接讲 他至少这个张燕南 他在中国他在这个香港里面 至少有七栋房子 七栋 七栋房子 非常非常多 而且这个苹果知道 都把他派出来了 另外一个 这个汪希莎 汪希莎也是一样 他是汪洋的女儿 他在香港有非常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这个建筑 他2012年 购了一个两百万美金的这个住宅 两百万 所以你知道这一次这个直接就说 你们这三个人 至少买了大概五千一百万美金 折合新台币的话 是十多亿台币的这个房子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真的就直接给你讲出 香港里面的非常非常多 你们在里面买了非常多房子 但真正要打的核心 大家都认为是栗战书 特别点名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又把一家银行 德意志银行又扯进来了 对 事实上 在这个报导里面来说的话 其实当然 他把这个所有的人都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包括说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他跟一个新加坡的华侨 这个蔡华波 他们两个这个相似的过程 那还把他们拍了 他们大概住在什么地方 这么好的地方 都把他拍出来 就说直接把他拍出来 还不说 他还说他们 其实这些文件 在巴拉玛文件里面 他们都已经有被点名过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系列的 一系列在不断不断的调查 而且这一次被牵连在里面的 有非常多 包括栗战书的女儿 汪洋的女儿 很多人都跟一家银行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就是德意志银行 更有趣你知道吗 德意志银行是怎样 他老早就已经要退出香港了 那他知道风声不对 要赶他落跑了 他很早就已经知道不对 那这也很有趣 德意志银行到底是谁要他走的 谁要他走 谁要他走 对 他为什么要离开离开香港 因为刚刚讲 我在这个香港才刚刚要发展 我花这么大的力气 建立这么多的关系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要说走就走 应该这样来说 德意志银行过去一段时间 他曾经聘用过非常多中共高官的这个子女 子女现在说的确为德意志银行赚了非常多钱 可是他后来 他后来被这个中国到海航集团入股之后 变成是海航集团 变成是他的大股东 所以他海航的 我跟你讲 其实中国到洗钱有几个管道 大家都怀疑说 这个德意志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洗钱的管道 所以后来有一个 难怪德国对中国这么好 所以后来有一个海航集团的老板 王健 他在法国死掉 所以他就被为什么会死掉 因为德意志银行里面有太多中国高官的机密 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这些高官都在 德意志银行会被怀疑是洗钱的一个管道 好 那为什么你要在整个香港准备要改 改头换面的时候 你要给我搬离香港 所以很多人就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现在红二代还有在这里面洗钱 你要叫你赶快离开呢 还是到底他们找到太多资讯 或是怎么样 这里面的水真的相当相当深 那我们只能够靠 然后接下来能不能慢慢拨开这些过去神秘的面势 对 东浩 这个水真的这么深 这个德意志银行真的跟这些红二代关系这么密切 而且这一次 这一次纽约时报报导都是打这些红二代耶 你像整个美国对香港还要慢慢的紧缩 从国安法开始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知道前一阵子美国才刚宣布要制裁港区11个官员 里面有两个是警务处处长 是 他连锁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香港警察之间 他跟台湾类似 我们会对我们的公务人员有提供优惠存款 对 银行人员 他们也有优惠存款 他们是警务人员 你是香港警察 你们会他们有一个储蓄和储蓄互助会 他提供你们优于一般银行利息的一个存款 干嘛 是让你退休金可以比较好吗 是 警务处长会不会在哪里 他们也有18% 有没有到18%我不晓得 但是他最关键是什么 警务处长在里面 然后他是什么 他主要是美元资产 15亿 好 川普他们已经下令了 对11个港府的官员 就这个代表就这两个人 对 因为你是美元资产 你到时候会不会被美国人冻到 所以他们现在偷偷在移转资产 你说港警那个互助会在移转资产了 一定要挪 因为现在包括中国四大银行 都不敢收这四个人 这11个人开户 你中国银行都不敢收了 所以这是连锁反应 好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15亿要翻动也没那么容易 他从5月翻动现在翻不完 从5月就开始了 好 那从这个事情来看 这些港警也会怕就是 当然 黑警是怎么来的 就是讲这些警务人员 好 那这还只是警务人员 他只有15亿 你再回来看 纽约时报这篇一下来 他点名的人 很麻烦 尤其栗战书的你 李介新 整个港版国安法 是他手上人大通过的 你说在栗战书手上通过的 那 韩正 为什么没有 韩正应该有小孩 你没看到 所以特别敏感 习近平的 点的是姐姐的女儿 远一点 可是故事呢 你注意看没那么多 一声出女儿的故事就很多了 没错 那我为什么讲说 德意志银行在礼拜很关键 因为这个从2018年一系列下来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些很神秘的人 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 意识形态是左派 左王的那个常委都是左王 在王沪廷的前一个是谁 刘云三 刘云三虽然退了 你刚才知道他儿子 他儿子 他有两个儿子 现在不晓得是哪一个 有一个儿子就在得一支银行 可是你知道 他其中他两个儿子 老大是碰金融的 老二是碰房地产的 明日系出事的那个包头 对 包头银行 包商银行 对 老二在包头也有房地产事业 在内蒙 所以会怎么烧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 老大是碰金融的 曾经在财政部当当做过事 而且因为他爸爸关系 你知道吗 他很年轻 31岁的时候 就安排他去中国人寿 的一个 中寿的一个保险 一个基金 那个时候可以管的资产 当总经理 5000亿人民币 后来楼云三退了以后 他现在管什么 管这个中国人 中信旗下的一个基金公司 那个也有500亿 好 问题回来了 你点了栗战书的女儿 你点了欧阳 王阳的女儿 注意 欧阳女儿那个其实比较小 那个只有200万美金 栗战书女儿是1500万美金 然后讲你有半岛酒店的股份 然后你有一堆有的没有的 你还有赛云吧 我还是要讲一下 你知道半岛酒店股份那边被影射的 那个股份是多少吗 数亿股 凭什么 刘云三的儿子凭什么 他们都跟德意志 都有联系过 而且在2010年 那个前后那个左右 他们年龄多接近 你知道吗 都是37、8岁 有办法搞这么大 回过台一件事情 你不是打贪吗 刘云三是上一代的 你还可以打一打 那栗战书呢 所以这个消息到底是要干嘛的 非常有趣 然后呢 汪洋 汪洋长期是广东王 上了进京以后 变成这个副总理 然后现在变 变这个 进常委会以后 他在广东 在香港这块 没有故事吗 当然有啊 大家都在等 到底后面会怎么样 栗战书如果不会出事 回过台一句话 下面的人会不会有出事 如果栗战书的女儿会出事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买一个房子就1500万美金 当然不是指他只有1500万美金 那那个1500万美金 后面要乘以多少 要乘以多少倍 那个资金要不要跑 要不要动 你又不能往美国跑 你到美国 你会被美国人 美国人叮你 你本来不确定是你的 你这一跑就知道是你了 而且现在被指明的话 你连银行 没有人敢收你的钱了 对 那你要跑哪里 你能跑欧洲 你到底要往哪跑 对内怕习抓你 对外怕美国人抓你 所以这一批红二代的处境 非常有趣 对我们这一讲到的 长江的洪峰 一个一个好不容易都过去了 虽然有付出很大的代价 至少它已经过去了 对 没有想到新的洪峰又要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长江中上游 它的四川 对 四川现在又下大雨 又有大水了 没错 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天府之国 四川的这个境内来说 又开始在下八月 大概从下雨的时间 大概从几天前 八月八号九号四号 开始一直下 就下了结果 现在的样子 对现在的样子就变成是说 整个四川境内来说 目前他们境内有十二条河流 都已经超过这个警戒的这个水位 那我们知道四川上面 下面下去的话 就到哪里 就到三峡大坝 所以过几天的话 大家都说糟糕 可能又会有新一波的洪峰 要抵达这个三峡大坝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是哪里 这是梅山这个敏江这个支流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因为水整个淹过去来说 你看整个农田 完全都被淹没了一个状况 对而且路都没了 路都没了 那我们看到 事实上整个洪峰经过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画面 你看这是三江 这个包括说 闽江 清一江 江渡 大渡河 山江的洪峰 经过这个地方 你看整个这个乐山 这个城区 过去这个水 其实这个水位还蛮低 现在整个水位高起来 这现在拍到画面 过几天搞不好 我们拍到这个水 就淹过去 淹过去的状况 你看这是经过主城区 主城区的话 你看这是居民所在 主要居住的地方 这是河边的位置 河边位置 现在完全都已经积水 积成这个样子 而且行水区都是雨水了 那你看这个是在经过 梅山市的这个地方 梅山市这个地方 你看一层楼 大概一楼 大概都已经被淹成这样子 那整个水还在 持续在上氧 所以他们就说 再过几天的时间 目前整个四川 不只是整个被淹 他们的很多高速公路 还中断 那很多人 因此可能目前受困 或是死亡 都已经到了十几个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 相当严重的一个灾害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过去我们可能都说 四川大佛 乐山大佛 就想到乐山大佛 那我们看乐山大佛 过去是这个样子 你仔细看 过去人是这么小 那这有个高台 对 那有个高台 那这个高台的话 大概有十几公尺高 这么高 你可以看到人 这个过去都水位很低 但是因为最近 墙降雨下来之后 整个水位淹上来 高台快没了 不只高台没 你看他都已经淹到这个地方 淹到这个高台之上 这个完全 这个平台都已经 完全被淹没了 那你看完全被淹没了 你就知道 这个水真的过几天的话 搞不好还会再上升的 这个情形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还有包括 很多很多这个 这是一个货船 货船那边开开开的时候 就没想到 他因为水流太急的时候 他就直接撞上这个桥 这个桥的话 因为这是施工的一座桥 因为他水位太高 就是没想到就把它撞了 撞了之后 这座桥毁了一半之后 这个船就沉掉 那你说这个桥 原本是蛮高 原本没想到变成这样的局面 那这也是一样 一个水塔 旁边有很大的一个水塔 没有 这个水一冲冲 马上就被这个冲掉 水塔都整个 因为整个地基就没了 没了之后 整个水塔就倒了 另外还有什么 因为我们在很多救难的时候 可能要动摇到挖土机啊 什么之类 绝美想到挖土机也是太高之后 它要过的时候 绝美想到因为被冲掉 冲掉之后就卡在这上面 卡在这上面 这个桥墩完全被卡住了 那你看这是成都 成都来说 照理说它是大城市 大城市它的这个水 海水应该比较好 就没想到这个地方 居然也淹到二楼 一个水位的这个位置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成都耶 淹成这个样子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这是成都 现在目前四川的街头 四川的街头的话 你看到就是 过去都是车子在跑 对不对 现在车子在跑 没有错 但是它在水中跑 那水中跑的话 你看这些车都窄不窄成了 对 那水中跑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你看 这是用他们的高速公路 公路上面 完全已经被泥土石流 给淹没了一个状况 那这高速路现在能开吗 当然不能开 因为开过去的话 会非常危险 那除了这个之外 一般民众的家里面来说 也是漏水的这个情形 这是他自己在家里面拍的 你看家里居然漏水 漏成这个样子 那还不只漏水 漏了非常严重 你还出现什么状况 居然还出现了娃娃鱼 娃娃鱼是保育类的 这种动物居然出现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刚刚那个水 是从开关里面流出来 那个是他们只要是 有孔的地方 有管道的地方 就流出来 好 那我们讲 事上中国道 现在不是水灾很严重吗 那我们过去就说 中国道不会 会有缺粮的危机 现在中国道反而是开始 他们媒体开始 用不一样的方法 他们现在开始抢收水道 那怎么抢收水道 你看这是说 因为经过 他们之前还不承认洪峰 结果他们现在直接就承认了 洪峰二十多天之后 回家 而且村民哭了 为什么村民哭了 你可以讲 他们在烈日之下 他们居然看到解放军 这是解放军 他们在这个地方 淹岛肩膀 他们帮民众抢救水道 可是这个水道还能用吗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吃 但是这就是一个大外宣 你看抢救这个灾害子弟 这个抢救救灾子弟 兵灾行动 这些暖心事 被灾区 这个群众牢牢记住 你看他们还在搞这种大外宣 对你看 现在各式各样的 我们曾经不是说解放军没有出来 他们现在解放军就出来给你看 抢收水道 拿到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抢收水道 你看抢收水道的这个画面 包括说在洪水中间 抢收水报 很多人在这个 还有很多大妈 开始在抢救玉米 各式各样的画面全部出现 这是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 我们整个洪灾过去 会有整个饥荒 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缺量 因为现在解放军已经开始出来 抢救水道 所以今年的这个下凉的话 是不成问题的 好 现在中国大陆现在一直讲 之前讲说他有凉化问题 一直不承认 都是胡说八道 现在他自己官方都承认了 今年欠收非常严重 但对中国来讲 最可怕的是 他现在猪肉价格 一飞冲天了 春何宝杰 我们如果以中国猪肉价格来看 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连涨了三个月 涨三个月了 对而且这个价格有多夸张 那以现在最新的数据来讲 这一周的毛猪价是37.24元 毛猪价37.24元是什么概念 就是大概一公斤150块台币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台湾毛猪的价格 最近的价格也只有在六七十块 也就是说在中国猪肉竟然是台湾的2.5倍的价格 有这么高的价格 中国猪肉先比台湾猪肉对2.5倍 对而且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这个生猪的价格 在过去一年竟然涨了百分之130% 也就是说哇这个养猪的价格大涨特涨 所以这是带动了中国养猪第一股牧原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有多赚 它的获利竟然在中国只输毛台 竟然是中国企业里排名第2的公司 中国这么大 它第一赚钱的公司叫毛台 第二赚钱的公司叫养猪的公司 对就是养猪的牧原公司 所以你看中国科技业这么强 结果最赚钱的竟然不是科技业 竟然是养猪的公司 它不是要孙英赶美吗 它不是要搞半导体吗 结果还是要靠毛台跟养猪 是其实贸易战之后其实是不利于养猪的 因为你贸易战之后饲料涨了 饲料涨了我的养猪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中国从过去养猪成本 一公斤的猪肉的成本 只有15块人民币左右 已经涨到27 8块了 可是现在毛猪的价格有30几块 我养一只猪还是赚了1000多块人民币 而且你刚刚讲是一条猪的钱 可是如果是一条猪我去分 买排骨买里肌肉 那个价钱又更可怕了 对所以这个价钱更可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马先生 是大陆有名的那种零售的店 对他们就表示 7月份这个猪肉价格一直在上涨 尤其是这个猪肉牌特别贵 一斤人民币要84元 一斤大陆的一斤是500公克 84元的话大概台币350块 也就是说你买一公斤的热牌 竟然要台币700块钱 哇这个数字真是太难想象了 台湾带了多少钱 台湾一公斤的一斤的热牌 你去市场买大概才一百六七十块而已 一百六七十块还要卖到七百块 对所以你就知道大陆的猪肉涨的都贵 而且这个涨势不只是这样 他七月的时候 已经进口了将近一百万顿的猪肉跟猪杂碎 如果以一百万顿这个量是什么量 这一百万顿的量代表大概两千万头猪 台湾才养了六百万头 他进了这么多的猪的量 还没有办法去把他的 进两千万还不够用 对还没有办法把他的涨势压下 你就知道大陆缺猪缺得多严重了 那台湾问题来了 他到底有没有缺粮 你之前不讲吗 中国其实为了这个粮食 已经做了很久的储备了 他已经买了半年的粮食了 可是我怎么现在 还有到处缺粮的这个风声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他可以说他今年夏粮 夏天的粮食 那夏天的粮食最主要是以小麦为主 小麦 对以小麦 他说今年的小麦不但没有减产 而且甚至增加了一%的产量 对所以他说放心 我们没有减产 可是这个粮食出来之后要怎么样 要收购 对 农民采收粮食之后要收购 可是却发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今年到现在粮食的收购量 只有4285万吨 比去年同期少了938万吨 也就是说你明明疯产了 可是你的粮食 你说你增加一% 对 但是你收进来的少这么多 对你收进来的粮食少了2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我今天粮食真的是盛产 或比较多的时候 那我交由 那我收也比较多了 一定会变多嘛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所以 所以之前是骗人的 所以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真的粮食 可能没有他说的收的那么好 那另外一个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收购嘛 也就是说农民真的采收了那么多粮食 可是他不愿意卖 为什么他不愿意卖 因为他看好未来可能情况会很糟 涨价 对未来会涨价 如果我放一个月之后会涨个好几块 那我这时候为什么要卖 我当然要放在股仓里 我不要拿出来 所以粮荒是不是纯纯运动 我们不确定 但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看到农民不敢卖粮食 好 三号 刚才讲到了 现在中国大陆虽然一直不肯承认有粮荒的问题 可是在很多的这个迹象上 习近平出来讲说我今天要习物 我今天不要浪费粮食 这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全民运动了 没有错 你看那荧幕上的左边端东西是什么东西 现在你在中国所有的入口网站上 你搜寻大卫网 抱歉你看不到大卫网的视频了啦 你只会看到文明吃播 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 合力饮食的广告 所以说我今天在中国所有的入口网站 在入口网站打出大卫网三个字 你找不到什么 你你啦 之前那个爱吃大 那个这些吃货 变成什么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你只能看到这样的文宣广告嘛 然后右边的新闻也特别说了 微博将整治大卫网吃播内容 而且微博对大卫网的所有吃播内容 将删除 停止直播和关账号等措施 大卫网何其无辜啊 人家不过就是个网红 可是因为你中国缺量问题 你面子上挂不住 结果他们就去找大卫网开刀吧 而且更扯的是什么 现在微博热搜第一名 是什么来看 对餐饮浪费行为说不 莫名其妙被调整演算法 变成微博热搜第一名 对餐饮浪费行为说不 对啊 这个变成微博热搜第一名 置顶的 我们这边只有四松哥 有这样待遇嘛 对不对 这个很难的 结果呢 莫名其妙被调整成什么 调整成那个搜寻第一名 他不是搜寻第一名 他是搜寻置顶 他的搜寻第一名 是张雨琪的身材 也就是说 我根本不管你有多少人搜寻 你只要进来 我就要告诉你 对餐饮浪费行为说不 对他是搜寻置顶 而且重点来 整个网红 中国网红 也知道吗 我不可能再做这种 所谓的直播 我不可以再牺牲所谓大卫网 所以现在中国所有直播网红 掀起一阵改名潮 改名潮 都改了嘛 比如说大卫王mini 他现在就改成什么 微笑女孩mini啊 然后什么大卫王蜜子君啊 就改成蜜子君 所以他们现在全部都 以前这个女孩子 一口气可以吃这么多东西 然后对 那个时候他们吃播 就是 他的虚拗就讲 你看有那么多的龙虾 也是可以把他吃完 然后很多人就会嘖嘖撑起啊 结果呢 现在也开始 以前在吃东西的时候 这种 这种YouTuber 或者是这种博客 是非常受欢迎的 非常受欢迎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也爱看 因为看得很疗愈 可是问题是第一个 他们现在全部都改名了 然后呢 现在莫名其妙出现 一大堆他们被踢爆的影片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吃小龙虾的影片 就是出来被踢爆了 因为他就说 这个叫做蜜子君嘛 蜜子君可能忘记镜头没有关掉 因为他是直播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跟下面说 先把底下的小龙虾收拾一下 所以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在直播的时候 边吃边丢 边吃边丢 把小龙虾丢到地板上 然后他就跟他注意说 赶快把这小龙虾丢 那个收拾一下 这些画面过去都不会出现 所以他没有吞到肚子里面 他咬一咬就吐掉 咬一咬就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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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画面过去 都不会出现的 现在要全部被中国大陆的人 不知道是哪一股力量 全部翻出来 你是玩假的 对 跟大家讲玩假的 而且甚至有这个 甚至有网红在吃播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你看这网红在吃播的状况 是这样的 他就在吃播的时候 旁边很多很多人 你看很多人在拍这位 在吐 边吃边吐 结果这些画面 过去都没有被揭露 结果全部现在一个个 在网路上被揭露 为什么要被揭露 很简单嘛 就像中国斗争的手法是一样的 你要斗倒一个人 先斗臭他 你玩假球 对 你要斗倒一个职业 先斗臭这个职业嘛 所以这些打假球的画面 现在全部都一个个被弄出来 这个过去都没有看过 结果现在就出来了 边吃边吐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 你真的是大胃王 还真的都吃到肚子里面了 对 结果切入切入 他们是浪费的假象嘛 而且现在整个北京的餐厅 都开始行使 就有个光盘行动 比如北京的魅州 就有餐厅就说了 他们现在就开始大幅报道说 北京的魅州餐厅 你在点餐的时候 服务生会跟你讲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呢 他还说你如果 连服务生都叫你不要再吃了 然后呢 你如果不胜菜的话 就光盘的话 他还会送你六块钱的小饭票 这叫光盘奖励 可是我觉得最恶心是 他们现在居然去推一家 广州的 贵州的餐厅 贵州的餐厅是做烧烤的 这个烧烤餐厅怎样 你如果我给你三份 我给你十份的烧烤 你没吃完 我拿掉了三份回来以后 我再烤一烤 下一桌继续上桌 没有错 我们看到这就是贵州烧烤画面 他们这样推 贵州烧烤画面什么 他们宣称这边烤肉是可回收的 什么叫烤肉可回收 意思就是上个客人 没有吃完 他会给下个客人吃 那人家说里面有烤水 有细菌怎么办 他们说没问题 我们有高温杀菌过 废话你烧烤蛋 有高温杀菌过 你烤一烤就高温杀菌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都在讨论 如何不浪费的 背后原因是什么 中国缺两个 你是最早提出说农委会居然把这个钱弄给了特殊的公司 然后搞了所谓的1450 就没有想到这个1450还在发展台铁台铁的服务品质一直被诟病 被诟病你当然要改善你的服务品质 可是没有哦 你连你的员工加班费都给他苛扣 结果现在你要花一千多万 干嘛 你要来买这些网路公司 他觉得台铁买这些网路公司 买这些1450 他的形象就可以改变了吗 是的 所以现在最近有一个笑话 叫做升官发财 要走铁路 点亮台湾 要靠蜡烛 横批乐齐春路 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这个乐齐这个春路 这有什么特别 你可以看到像 像这个资料 这是陈一鸣立委提供的 他这个村路乐齐 这两间公司 他互为负责人 他的董事长王敦正 村路的董事也是王敦正 他的董事也是何鸿文 甚至他也是他的业务总监 所以这两间公司都登记 是同一家公司 对实际上就是同一家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有什么特别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乐齐 他在以前只是一个小公司 他标的标到案子 都只有大概六十万左右 可是从林冲贤 一进去农委会之后 他就从六十万标案的公司 变成了一千多万的公司 他就标到农委会一千多万案子 而且连续就标到了两年 就刚好标到1450 对而且就是那1450 那么有名的案子 那这个乐齐 这个公司更厉害 是当初立委陈一鸣 看到了他们这个公司 在做这些案子很奇怪 所以他就开始说 他就跟农委会要资料 说我需要你们的结案报告 结果农委会竟然不把结案报告 拿出来 没有结案报告 他还跟陈一鸣说 这个是属于厂商的智慧财产权权 所以农委会不能拿出来 你做了什么 所以我总要知道 这就很奇怪 你今天是一个行销案 是一个网路行销案 所以你的结果 大家都在网路上看得到 所以都是公开的 所以这会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总要知道 对所以这怎么会有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所以农委会一直挡 一直挡 一直不肯给 最后还特别的把这个东西的内容 拉到了经济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去说 秘密会议 对 然后就拉进了这个秘密会议之后 就什么也没讲 就什么东西 一样都没有拿出来 所以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特别 反正我就是要给这两家公司 没必要安装 这个意思 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我们非把这个东西遮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标案里面有办这个活动 叫做2017年农业创新黑客松的经费估算 那他就属于一个活动 你可以看到他的经费竟然有七百一十三万 一个七百一十三万的活动 然后有多少人参加 一百四十四个人 一百四十四个人参加的规模的活动 然后花了七百一十三万 而且更特别你看 他的座谈会二十八万 活动一百五十万 媒体宣传费两百三十九万 他的他的宣传活动 制作物两百九十五万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七百一十三万 里面有五百三十万 竟然是在做宣传相关 会有什么活动 可以七百万活动五百万 比你的主体还多 对比你的主体还多 我也办过国际型的会议 我也办过四百多人的国际会 还邀蔡英文来 这样一个活动办不到一百万 对他们这样一个活动 可以办到七百万 然后五百万是在媒体宣传 所以陈一鸣当初就是要查这笔资料 可是拉近了经济委员会的秘密会议的 还是都没有这些资料 而且说你如果就算了 你就算了 可是没有想到 他现在越做越大了 对所以你看这间公司有多么厉害 但是这个1450的案子一闹起来之后 大家就变成网军案的始祖了 所以后来这个乐旗跟春鹿 他们就拿不到农会的案子 就想不到过了一年 过了一两年都死灰复 你看他在交通部 他在台铁就拿到了1549案子 所以人家现在就笑 现在是1549取代1450 是喔 他在台铁要做什么呢 他在台铁你可以看到 他在台铁他就说 他要负责帮第一个局长 帮局长 台铁局长张正言 他只管三个脸书 做脸书粉丝团的操作 有没有 然后帮台铁的放台铁做操作 然后帮交通部 台铁路管理局 也就是说他只管三个粉丝团而已 他只管这三个粉丝团 这样一年可以拿一千五百万 一年可以拿一千五百万 这个这是行情上 行情以上的行情 可以做到这样 这是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 不是我要管三个脸书 我要多少人呢 管三个脸书 我今天管一个脸书 顶多一个小编 然后再一个执行 也就是说管一个脸书的话 其实三个人的能力绝对够 所以不到十个人 可以拿到一千五百多万 对 他可以拿到 而且更厉害的是 他这个前面第一个案子 在做之后 验收还没过的时候 就已经开下一个案子 还让他直接就拿到了 这才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而且你在你的脸书 特别起到的是 你去对比了春露跟乐琪 两个的标案 内容非常类似 对 所以这该是说 这是二零一九的 是二零一七年的农委会 来抄袭二零一九年的台铁标案吗 来自未来的标案吗 你可以看到这个标案的内容 非常一样 那台铁公司也说 他们是参考以前 参考以前那时候 这个二零一七年 标案 可是这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你这个标案需求的文件 只有当初放在政府采购网 当初你有去点 你有去下载才会有 那你如果没有下载 难道台铁还会发一个公文 跟农委会说 我想开一个这样的标案 你去给我一个这样的标案吗 那这通常是非常不合理的情况 而且农委会跟你现在台铁 应该是不同性质吧 对不同性质 所以这很有可能 其实就是乐琪公司 他建议建议台铁这样 也就是说乐琪就是 我们以前这个是这样 那你建议一下 所以这最后可能就这样造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